台湾品牌的保养品都是走平价路线吗 今天呢我就介绍三个来自西班牙、法国跟瑞士的保养品 它们可是都是高级、奢华跟科技感 而且都有台湾精神在里面 哈喽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编辑正方 今天呢我要介绍的品牌可能会让你们耳目一新 因为说实在这三个品牌都非常非常的年轻 大概成立都不到一年的时间 可是呢他们却拥有非常非常厉害的背景哦 第一个我就要介绍这个来自西班牙的伯菲斯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啊其实你们看起来就是它的包装真的是蛮高级的 那它的总部是设在西班牙 可是它其实放眼台湾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其实台湾啊 算是在国际的一些做生技场非常的厉害 所以呢他们有些东西也在台湾做 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就是这两瓶油 你们看到这就是美容油 那像很多人啊他其实皮肤很干 希望能够用一些美容油来滋润自己的肌肤 可是台湾的女生就觉得 我不想要用很厚重的油 因为感觉脸上会有油腻感 可是你们知道吗 如果你使用到的美容油 就是感觉很清爽 一下就被皮肤吸收了 那可能它不是纯的油 可能不是百分之百纯的油 或者是它可能是添加了一些其他成分的混合油 这个伯菲斯这个品牌 他们其实是在西班牙最早最早是在西班牙 从事房地产的生意 所以他们常常跟摩洛哥有一些商业的往来 那往来久了呢 他们就跟摩洛哥的王室有点渊源 所以呢他们可以透过一些关系 得到每年摩洛哥油 就是最好品质的前5% 他们可以拿到最好前5%的那个采收权 然后再经过四道的过滤的程序 第一道出榨的摩洛哥油 那它的营养成分价值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呢用来保养我们的肌肤 其实就可以有很好的抗氧化啊 或者是可以让你的皮肤更年轻 更好的效果 第一个啊我先介绍就是 他们最明星的这个摩洛哥的坚果油 那这个摩洛哥的坚果油啊 是他们自己自己封称自己是润泽天后 因为它的保湿效果非常好 就是大家在使用美容油的时候 不晓得有没有发现说 它的这罐油就是色泽比较黄 其实啊他们跟我讲说 他们有的时候里面会有一点点沉淀物 那是因为呢他们只有经过四道的一个过滤 这样子才可以保留它里面最完整的营养成分 那这瓶油其实我自己有试过 你们就打开之后呢 它真的只要用一点点 因为它就是百分之百有机的纯油 就是没有添加任何的东西 所以它就是其实你只要滴个两滴 就非常非常的滋润 就可以整个抹全脸 然后呢它抹完之后啊 就是真的非常的润泽 然后其实它没有什么味道 就是一般油的味道 那除了这个摩洛哥坚果油之外 他们另外还有一个抗老之王 就是这个你看这么小一瓶 他们这个是仙人长子油 那其实市面上仙人长子油真的蛮稀少的 因为它真的是数量非常非常的稀少 那这个仙人长子油啊 它就是抗氧之王 因为它里面还有非常非常丰富的 维他命E的成分 用这一瓶的时候啊 你其实也是真的用量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省 你看它的这个滴管超迷你呢 因为它其实一滴 它就非常非常的滋润 你看 那越下欧洲其实都蛮流行 就是有机的 所以这两瓶油 其实也都是百分之百 拿到有机认证 如果你的皮肤就是很不喜欢 使用一些化学成分的东西 这两瓶油是真的蛮不错的 那这两瓶油 其实就是在西班牙原装制造 那我刚有说 它们跟台湾非常的有渊源 里面有台湾的精神 是因为啊 台湾真的是全世界做面膜的专家 所以呢 它们也生产了一些面膜 就是在台湾制造 那重点是这些面膜啊 其实里面都含有这些油 这个就是摩洛哥油跟仙人长子油 它们就是原装进口到台湾的生技厂 然后把它加在面膜里面 让它们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保养品 那它们现在卖的最好呢 就是这个红色包装的 有抗老效果的面膜 那这个抗老面膜啊 它里面其实是加了什么 加了这个很珍贵的仙人长子油 所以它抗老的效果很好 那我自己有使用这个面膜 它的那个纤维真的非常非常的细耶 所以它就是可以很完整的敷在脸上 然后呢 有满满的润泽感 而且不会流汤汁 可是当然你敷了15分钟之后拿下来 就是皮肤真的很润泽 真的很值得推荐哦 接下来啊我要介绍的这个是有点 与众不同反响的一个美容品牌 就是这个 你看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胶囊 其实它是一个太空舱的概念 这个品牌啊 其实叫做IC新转机 它其实是创办人是台湾人 他们其实是做一个医疗器材起家的 然后呢它下来就结合了生物科技跟大数据 然后来生产了这个ICI新转机的这个保养品牌 打开来 里面其实就是一管保养品 跟一个 你在其他的地方一定看不到的是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个肌肤的检测仪器 那其实这个IC的这个新转机的这个保养品牌啊 他们觉得其实我们的肌肤是属于一个动态的 意思就是说其实每天早晚 还有随着你的生活起居啊 饮食啊 睡眠的情况 其实皮肤是一直不断的是在变动 如果你只用一个保养品 从早到晚都用那个 而且就是大概两三个月都用那个产品 不一定能够真正改善你皮肤的状况 他们就发明了这个肌肤检测仪器 它打开来里面的这个其实是检测 它是利用一个医疗级的这个扩散光学的原理 因为是光 所以是可以穿透你的皮肤底层 就是可以照到你皮肤底层比较多的变化来检测你的皮肤状况 你要先下载一个ICI他们的APP 因为我刚刚有说它是利用大数据 因为它检测完之后呢 你要怎么看数据 就是它会全部传输到你这个APP里面 那它这个APP里面 其实它里面的数据资料大概有百万笔哦 进去之后呢 它刚开始会叫你设置一些基本资料 比方说你的年纪啊 你的皮肤状况 搜到之后我就开始做检测 好 它就告诉你 它你就按照指示 其实应该是要在完全干净的状态之下 反正呢就是 我要现在现场试做给大家看嘛 先检测左脸颊 好 我看哦 它就会告诉你 好 左脸颊 它有没有在跑 跑一圈 再来就是右脸颊 点进去 再就是额头 最后是额头 就是三个点 它会告诉你时间 好 数据叫出来了 真是有点可怕 好 它出来了 你看 有没有看到 它数字是4 表示我现在皮肤有点干 好 因为我今天早上 就是在完全没有妆的状态之下 我测到的数字是3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当你的数字跑完之后呢 就会要用这个产品了 那这产品其实我觉得蛮特别的 就是它其实里面有7个 它的这个底部啊 其实有7个数字 等于说它现在叫我要使用4 我就把这个基准线对到4 那这个产品啊 其实也是他们特制的 那就是双管 一管是透明的精华液 一管是白色的精华液 那透明的部分呢 其实它里面又加了泼尿酸 跟就是合成的绞砂碗 白色的部分就是他们的一个专利的成分 是帮你的肌肤达到修护的效果 跟你平常使用的保养品 其实是不会打架的 意思是说它不会取代你任何一个保养品 它可以加在你的保养品里面 达到更好的修护效果 所以呢它现在就是叫我要用4 所以我打开来挤出来 其实我朋友看到 因为4大概就是中间 1到7大概就是4 所以你看这个透明的就是 玻尿酸跟合成性的绞砂碗 白色的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 专利的一个精华液 然后你挤出来之后呢 你就是其实是就在掌心抹均匀之后 你就涂抹在脸上 其实就OK了 然后呢 它这个味道其实我也觉得蛮神秘的 据说是太空的味道 因为我没有上过太空 所以我不知道什么是太空的味道 好比方说好我使用完了 它会告诉你哦 我目前的存量是多少 使用完成 好其实 其实这显示是 我刚刚的皮肤状态是83分 我觉得这APP蛮好的 就是可以追踪你 你的肌肤变化 那像我第一次使用的时候 我的肌肤总分是79分 那刚刚是83分 那这个APP我觉得蛮好的 就是它可以除了看你的肌肤总分 还有就是含水量油脂跟含氧量跟黑色素 这真的是一般你可能要到专柜才能做的肌肤检测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没有搭配产品 你单用这个也非常好用 那如果比方说你在官网买 当然是可以买到一整组 或者是你可以补充买检测仪啊 或者是因为每一个人使用这个不一样嘛 有的人搞不好精华液会比较快用完 或者是这个白色的专利的成分会比较快用完 在它的官网其实是都可以单买的 所以它蛮环保的 就是你不用每次都买一整组 你可以单买每一个东西 另外啊因为他们之前有去那个法国参加LVMH集团 办了一个美容展 就是一个cosmetic 360的美容展 他们得到了最佳的品牌奖跟创新奖 那因为它这个产品在国外就是参展 就是得到一些国外品牌的经验 国外的一些品牌也觉得说 你可以来我们这边卖 2019年的秋天 其实在巴黎的那个医美诊所 已经有在贩售了 我觉得这个品牌真的是台湾品牌 一个很创新的概念 大家真的可以来试试看 随时随地检查你的皮肤状况 第三个品牌啊 其实一看也是觉得是非常的高级 就是这个Lachem 这个Lachem其实大家应该看到 这个感觉就是来自欧洲的牌子 没错 它其实这个牌子啊 是瑞士跟台湾合作的牌子 那是因为台湾找到一个瑞士 非常顶级的实验室 然后研发出一个自己的品牌 那它这个产品里面啊 其实用到的水的这个质地 它全部都不用一般的水 或者是纯水 它里面全部都利用 就是大概有4000公尺以上的 阿尔卑斯山的冰川水 就是产品用起来的感觉 都蛮清爽很舒服 那比起一般的欧洲品牌 它们的质地都是比较浓稠 比较厚重 那这个牌子可能是有 台湾的精神在里面 所以它就是比较适合亚洲的皮肤使用 可是因为这个牌子 其实它在去年上市 它今年大概6月吧 因为国外疫情的关系 今年6月也在日内瓦的一个 Pharmacy上市了 那第一个啊 我要想要推荐的就是 它们去年第一波上市 就推出了一个防护前倒精华 那它里面用到的成分 其实是蜡木的成分 如果大家真的蛮在意保养的 应该有听过 有一些欧洲顶级的品牌 也会使用到蜡木这个成分 那这个防御精华 其实挤出来是一种 就是透明感的质地 就是有冰川水 所以真的蛮清爽的 然后擦在皮肤上面呢 就是可以在皮肤上面 建立一个防御膜 那这一瓶其实它们也卖得蛮好的 我觉得蛮推荐给亚洲的女生使用 那第二波呢 就是它们最近其实也上市了 另外一个系列就是这个白松露的系列 如果就是大家是美容专家的话 一定知道就是某一个品牌 它们有一个黑松露的保养系列 是一个顶级的抗老 听说白松露的稀少性跟真稀性 比黑松露更厉害 因为它真的只有在冬天能够采收 那这个白松露这个冰川水 其实我觉得很推荐 因为它这个是白松露的冰川水 其实是跟一般的化妆水比较不一样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白松露的保养成分在里面 使用在掌心温热之后呢 就是用按压 慢慢地按压 按压 从额头整脸按压 按压完之后你就会感觉到 你的脸上有一层白松露的冰川水面膜在上面 就是皮肤就会有润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白松露的这个系列 有这个冰川水 还有这个它的乳霜 我觉得真的是蛮值得推荐 因为它的这个乳霜 其实它这个包装也是用这样的包装 就是挤出来 就直接擦 就是我觉得蛮方便的 就是跟一般很多品牌打开来 一整个大开口 然后感觉好像会碰到空气受到氧化污染 比较不一样 就是蛮真空包装的 那它这个乳霜的质地其实是蛮清爽的 不是那种很黏力厚重的感觉 所以难怪我觉得就是 因为它的这个研发的团队 有一部分也是在台湾 所以也蛮从台湾的女性需求来出发的 所以这个Lacham的这个 来自跟瑞士实验室合作的品牌 也真的是台湾一个蛮不错 很有潜力 值得开发 值得注意的品牌哦 以上就是我今天介绍 拥有台湾精神 留有台湾血液 也有台湾DNA的三个国际品牌 我觉得蛮值得我们鼓励的 而且他们真的是品质用得很好 成分也用得很好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然后注意到他们 那如果你还有发现什么 其他不错的美容品牌 欢迎告诉我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哦 拜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